不是有赵文卓的身手 他敢欠我钱 没办法 到了 不行 我还是被敲了 上几回我上他家敲门 他也不够开 我明明我知道他在家 他在屋里有吃有喝 我在外边又冻又饿 这回我学奸了 这吃的我都带来了 今天我在他家门口 我给他来的坐吃等死 也不对 坐吃死等 这不对啊 头两天我来踩点的时候 还浪漫漫屋的 这两天都变成一屋所有了 莫非贼走路的风声 不能啊 这会儿我唯一只当干呢 不行 肥不走空我还得找着 哎呀 啥玩意这是 马英龙 是这床的 我也使不上呢 不行 我还拿着吧 万一以后我得这病留着备用吧 是不是 还要发现我挺我心眼的啊 我可不是一个笨贼呀 死地不会久留 我得赶紧撤 哎呀 黄老板哎呀黄老板呢 哎呀 你赶紧把那枪扫我了 我求你了 是什么呢 就他就我 黄老板 喂 黄老板呢 你能不能看头说话 你不是黄老板呢 你看我还以为你是他呢 我还以为你要逮我呢 啊 不是 我还以为你要额我呢 没有没有 哎 哎 那个 那你不是黄老板 你在他家 你是谁呀 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他家亲戚吧 哎哎 对对对对 亲戚亲戚亲戚 那那那你 那你是他什么人 哦 我是表哥 表哥呀 表哥你好 表哥 太好了 哎 表哥 那咱进入闹呗 进入闹了 好 我有事 进入闹了 进入闹了 开门了 那个 表哥 我算这趟来呀 已经是第八趟了 你说你 表哥你听我说话呢 啊 听着听着听着 你瞅啊 瞅着 你竟然急动点 行风 急动了 表哥啊 我告诉你啥个事吧 你说我给你那个表弟呀 干活 干了一春到八夏 我这活给他干完了 他不给我钱 他有钱 他不是没有啊 他就欺负我呀 你知道吗 哎 你说我找那些工人 天天跟我要钱 这眼口都过年了 你 你咋整啊 你说 我妈 现在还在医院 等着这笔钱 等着这笔钱 救命呢 表哥 你跟你表弟好好说着 把那钱 给我要回来行不行 哎 表哥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了吧 表哥 起来起来 咋贵下来 快快起来 兄弟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答应你 答应起来 兄弟 快去做做 你看你咋贵下来 谢谢表哥 刚才我听你明明白白的 你 你给他干活 他没给你钱是不是 对 好 我走了 哎 表哥 你不帮我要钱吗 你俩就坐着啊 坐着 等 等你表弟回来 好好好 谢谢表哥啊 表哥 我好 表哥 哎 哎 你表弟回来了 我去开门啊 哎 你好 我是收美其费的 啊 收美其费啊 对 表哥 哎呀 表哥 你快快快快快 好好 我这开窗 我 臭臭气 哎呀 这十八楼的 不危险 我问一下 谁是护主啊 他是 护主的表哥 他 表哥也行 他是收美其费的 啊 收美其费的啊 对 我是收美其费的 好 那你收吧 哎 哎 走吗 我问你 说 表哥 我今天你先别走 你先把美其费给交一下 再走 干啥让我交我 我又不是护主啊 那你不是他表哥吗 那等他回来再交吧 等啥呀等啊 我来多少趟了 你这表弟我根本就找不着人 我容易吗 我一天跑这么多趟 你给交了吧 不是 这姑娘你说话 你得注意点 您这是堂堂王老板的表哥 难道差什么钱呢 表哥 那 你给他垫上 你给垫一下 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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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几个钱 多少钱 七百二 七百二 是他这么贵 他个家放火了 我跟你说吧 就你那表弟都半年没交了 他能够贵啊 半年了得七百多 表哥 能便宜点吗 大哥 这煤气费哪有奖价的呀 打折吧 不能打折 打折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快点 表哥 赶紧你给他拿吧 玩意儿小弟回来就给你了 钱要给你 磨磨叽叽的 给他 谢谢啊 谢谢啊 差二十呢 就不能抹个零啊 大哥 你真不能抹零 我抹零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再找找表哥 你有吗 给他 我拿 我那钱没要了你呢 你再找找 在这价 马亚龙 上个 这玩意儿的 这二十块 我已经拿了 我拿这玩意儿有啥用的 我我也没有这病 我不要 万一你老公有呢 我老公也没有 你老公公呢 你这人说话这么气人呢 我们家非得得着病啊 给你 超二十我给你记上啊 下回 开发票 不开发票 送饮料 吃饭的 给你发票 下回你及时点啊 把这二十补上 别左一趟右一趟 老样我们跑 脚点费这么费劲 行了 不是你再说话 咋这样一样啊 表哥 咋不喝得一样呢啊 你咋不喝得一样啊 你说我啊 我这谁当的 一天没头着 搭了七百块钱 表哥你说啥呢 我说表弟太不像话了 我给这七百块钱 哎呀骗子了 回来就给你 我这咋的欠你 二十块钱你没完呢你 哎呀 不 不是啊 大姐啊 刚才那个动作是你完成的吗 是我完成的 打的是我吗 打的就是你 你看就是好人 不是你谁呀 整个进入就打人呢 你猜看看我是谁 他就那王老板吧 不是他是那个王老板那表哥 表哥 一看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路货色 不是大姐你咋这么说 我咋说话呀 不是这个大姐 你这也太猛了 你表哥人可好 哎表哥 你干嘛去 你这么大头你怕他呀 那么让我失望呢 我怕了吗 那你不怕你跑 我没怕我这跑吗 我那散步的 我那怕 不怕咋的呀 还想再来一下的 我就跟你说 就你表弟那是什么玩意啊 玩到我妹妹感情不说 把他借了两万块钱 到现在也不还 他家把我妹妹给甩了 有他这样的吗 我来这一看 这我不熟悉的 这不就要跑吗 哎呀你说他是人吗 表哥你听着呗 你说你表弟那是啥人呢 那是啊 我告诉你表哥 这媒体费就成白瞎了 就你表弟那人 肯定不带给你的 什么玩意呢 是人吗 那是 太不是人了 这是什么玩意呢 老板就留不起呀 老板就不干钱不给呀 老板就管到人家感情吗 老板就干媒体费不交吗 我给你几百块钱 我还爱个大叔抱着 老板呢 表哥 老板出来 表哥 老板出来 你别想你表哥 那个他还没回来呢 咱没回来呢 坐下等他 好好好 表哥你别生气啊 抱歉 你们俩的事 抱在表哥身上 哎呀那太好了表哥 哎呀妈那么太好了 大姐你看你出手太重了 谁不说 这一巴掌打的 这不就是误会吗 哎呀来给你揉着吧 疼不疼啊 打得不打 我妈都没打过我 千万别往近里去呀 表哥呀 表哥你说回去了啊 这事还得靠你 没事 天空飘来我那全都不是这 试试就你这 哎呦 谢谢哥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看清 让我放开 放手你的爱 嘿 巴扎嘿 这谁摆的 上供的 上午都来求财来了 气泡 这门哪被锁呢 哎呀 我当小时候起走烫屋了 这是我家呀 哎呀 什么局面 王老板回来了 不怎么 你又欠你俩钱 你这怎么还免家要来了 王老板 我求你 回来了啊 你好 你还好点 这到底是什么局面 这到底是什么局面 过来来 来来 来来 来 来 过来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刚还也 别人也是那么打我的 来 什么 你打手来了啊 站起来 啊 坐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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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 我问你 你说你这么大老板 你咋不办人事呢 啊 我问你 你怎么玩到人家感情呢 妈呀 是我妹妹 对 她妹妹怎么玩到你感情呢 不是 是她玩到我妹妹感情呢 到底谁玩到谁呀 她玩到我妹妹 对 你怎么玩到人家妹妹感情呢 大姐呀 哪个是你妹妹呀 哎 对呀 是啊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呀 我就那一个妹妹 我说你咋这么没良心呢 我们两个人嘛 是发生点误会 什么误会 啊 你这不玩到人家感情呢 把一妹妹抛弃了 还借了两万块钱 直到今天不给 你这屋手这么利涂 你要跑是不是 我问你 那钱能不能还 能不能还 拿钱 大姐 你查着这钱 哎呀 妈 太谢谢你了 表哥 是不是两万 是是是 正好正好 另外 她妹妹 让你抛弃了 她妹妹 怎么办 明天上午登记 下午就娶了 这还差不多 不犯罪 不犯罪 大姐呀 就这个人品 你妹妹嫁给的 我能放心吗 不行 分手 对 分手 我妹妹说什么 也不能嫁给你这样的 你什么人哪 这人品也太差了 跟你表哥 根本就没有科米星 你看看你表哥 没情目秀 绑大妖远 一看就是好人 我呀 就是结婚结早了 我要是没结婚呢 表哥 我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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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啥 我懂啊 拿钱快走吧 那行 那表哥我先走了 太感谢了 谢谢啊 走 走了 这个 表哥 拜拜 拜拜 走了啊 好 你买 表哥 那我那个家 那 不知道你 你过来来 我让你过来 过来 坐下坐下坐下 来 咱们坐一台来 坐下 我问你了 这小伙子 给你干完活了 你怎么不给钱的 大哥呀 我最近手头太紧了 确实没有钱 没钱是啊 没钱啊 你 好 吴哥 吴哥 听着了吧 这小伙子说他没钱呢 怎么办呢 啊 打他呀 哎呀 打得他个疼啊 疼也打呀 好 好好好 我听伍子说的啊 我给 我给 拿钱 钱 都在这儿呢 一分不少 兄弟 你查的钱 够不够 查的 表哥 谢谢 你看你俩又贵些了 兄弟 太感谢你了 表哥 你要是不来 我这钱一半活都要不来 好兄弟 谢谢你表哥 好兄弟 你是大好人呢 好 兄弟 我配分这两事 赶紧回家 给老妈治病 好 好不好 再见 表哥 你保证啊 好 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哎 好 表哥 你治好 哎 好好好 保证上你啊 谢谢你 兄弟 再见啊 有时间过来玩啊 哎 哎 好 好人 是好人 走啥呀 不是 大哥呀 我问一下 我看你那小伙伴都走了 你怎么不肯走呢 我不认识他们 我干啥和他们走啊 你不认识他们 对啊 你怎么在你家刚认识的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表哥吗 我也没有表哥呀 你没有表哥呀 我也没说你非得有啊 不行啊 咋的啊 那你怎么进来的 我敲门进来的啊 那你是小偷 那你是小偷 你说谁是小偷呢 哎呀 对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呢 真是小偷 我今天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我就偷了一个这玩意 我还用不上 还给你 我虽然说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但是我收获了一个做人的道理 做人呢 要有正义感 有可能论金钱和地位 哥们和你没法比 要是论正义感 哥们抄你四圈了 我呀 我也不怕你了 我也想好了 在你家的屋出现 我马上到国安局 投案自首 那是为啥呀 多傻 为啥 我来告诉你为啥 我吧 以前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今天在你家 我当了一把好人 彻彻底底的 做了一把 当好人的瘾 这种感觉 挺爽 所以说我要到国安局 投案自首 起心革面 重新做人 从此做个好人 到此 哥呀 你走啊 这么晚了 再待一会儿 不过你真待呀 我想起来了 刚才你那个家 表哥给你垫了 七百块钱没机费 给我报了 不是哥 你也看见了 这钱都让你分了 我还拿有钱了 要不这个你还是拿走吧 好 好 再见 谢谢大家